美妝影片 哈囉大家好我是莫妮卡 這次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美妝影片喔 當然一樣還會有另外一集是旅行日記 因為前兩個禮拜我都是 一直在分享我去巴黎島旅行的旅行日記 那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 使用的美妝產品 所以這禮拜終於 終於讓我有時間可以跟你們 分享我最近使用的或最近 新買的一些好用的美妝產品 趕快開始吧 第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化妝棉 那我最近用的 覺得很喜歡的是這一款 嗯 它只要1%的化妝水 就可以擁有肌膚濕潤感 的感覺 這是它上面的slogan 那我實際用的狀況我也是這麼覺得 是因為它的材質的關係 它有點像海綿 我拿給你們看 它其實是有厚度的 我喜歡它的地方 是因為它不像 那個有的一般 很厚的那種化妝棉 它會有就是 綿絮 那如果我用比較保濕款的話 保濕款的化妝水的話 就是會 臉上都會有那個掉下來的綿絮 我覺得比較不方便 那這一款它就是真的是像海綿一樣 欸我到今天才發現它有曲線可以拆開 因為我每天都是兩片疊在一起 這樣子用 對 那我應該實際給你們看一下它的那個 倒化妝水在上面的那個感覺 喔這個也是等一下會跟大家推薦的 因為我用了兩天之後 剛好我化妝水用完了 用了兩天覺得超好用的 所以我剛剛去買了一瓶 這是 這是正品啦 好 乾脆就一起介紹好了 這瓶化妝水是比較 露狀之地的 然後非常保濕 然後你看它 我大概倒在 我大概倒這樣子 這樣其實已經算多了喔 我可以擦全臉 我現在有化妝不方便擦 我就擦在手上給你們看 因為它 它的材質的關係 所以它不算是完全把 你的化妝水 吸到這個化妝棉裡面 它算是附在上面 所以 你怎麼擦就是它一直可以 就很像 一直有水跑出來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化妝棉非常好用啦 我今天有點早起去工作 所以現在有點少俠 好 接下來 也要介紹的是 土耳其大馬氏格 百分之百 純天然的玫瑰水 我已經有用了 超好用的 它也可以 它不僅可以當保濕噴霧 它也可以當化妝水使用 其實我現在就可以 直接噴給你們看 然後我很喜歡它味道 我喜歡玫瑰 天然的玫瑰味道 不是那種香精的喔 這一罐就是可以當 保濕化妝水使用 那 它是用玫瑰花瓣的 那個花瓣去蒸餾而成的水 所以完全沒有任何的酒精啊 化學添加物等等 再來跟大家介紹的是這個 呃 那 卸妝水 要卸好多次 而且我個人也有點不習慣 我還是比較喜歡用卸妝油 所以呢 所以要來推薦大家這個 因為它是植物性的 然後它的成分有 魚 我打開來給你們看 欸不對我已經有開一罐了 好的 是這瓶 它是多元植物油進化 然後比較不刺激眼部 它的分子蠻細的 也很好卸 味道也很舒服 那成分有摩洛哥堅果油 夏威夷喝果油 當然還有就是這家的主打 就是它們都是魚子萃取的東西 然後河河麻油 等等 它晃的那個就是比較偏水狀 有的 有的那個卸妝油啊 你這樣晃起來 它沒有這麼 沒有這麼水 我個人覺得啊 就是它的分子可能就沒有到那麼細 好的我現在實際來測試一下卸妝油的效果如何 我使用那個眼線筆 然後來畫在我的手上 好 現在畫了眼線筆 直接倒在化妝棉上面 然後我們來卸妝要輕輕的 輕輕的敷一下 然後再慢慢擦掉 喔 直接就擦乾淨了耶 所以它的卸妝能力非常好 然後它質地真的是細的 就對肌膚很溫和 那因為有那個摩洛哥油跟河河巴油的萃取啊 所以你卸完之後 臉不會乾涩緊繃 好的 下一個是 接下來我要開始介紹面膜了 這個呢很厲害 這是一個人生安平面膜組的組合 大家應該在網路上都看過這個牌子 也有很多藝人有介紹過 那我今天也是要來推薦一下 他們的很厲害的面膜 生物纖維面膜 我也是用過了之後沒有過敏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使用 因為他們家的產品都強調無香料 無酒精無色素 所以敏感劑是可以使用 那這盒其實我已經有使用過啦 就是有打開用 直接給你們看 正常來講呢 給你們看一下裡面是這樣子 而且包裝還蠻精美 覺得很適合拿來送禮 好 正常來說是 會有 好有點反光 三片面膜 跟三瓶安平的組合 很豐富有沒有 然後呢 安平的量都 算 我覺得量算大喔 好 它這個大概是 這個是五夢 那你的使用方式就是 第一個呢 你要先使用安平 大家知道安平怎麼用嗎 就是有點像那個化妝水的那個感覺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手 看你個人習慣用手 或是用化妝棉都可以 那一樣就是輕輕的 寫45度 像擦化妝水這樣子 往上然後濕敷 然後擦讓它吸收之後 我們再來使用這個 生物纖維面膜 那我等一下就是打開來 實際敷給大家看 它的材質非常的特別 因為 有的面膜精華液太多的話 你就是你敷上去之後 它會有地心 一定會有重量嘛 然後你就一直滴那個精華液 或是它就是不服貼 就再怎麼服貼 你可能動 就是轉個身啊 幹嘛的 就會開始敷起來 要掉下來 但是 它們家的面膜很厲害 因為它的那個 生物纖維 它是有點 有點像 果凍狀的感覺 可是不是果凍 而且它也不會 就是要一直滴水的狀態 但又很保濕 也不容易 面膜本身不容易乾掉 例如說你在冷氣房的時候 可能你很快 那是水分已經被冷氣房吸收 而不是吸收到你的臉裡面 那我覺得生物面膜的好 生物纖維面膜的好處就是 它不容易 那麼快被吸收 然後呢 它又很服貼 然後又不會過敏 這是 跟大家 第一個要介紹的 好用的面膜 接下來呢 第二款面膜 要跟大家介紹 死海泥的那個面膜 然後它的名字是 死海礦泥淨白竹炭纖維面膜 它也是纖維 纖維狀的 但它的那個面膜的 的那個觸感 跟剛剛的生物纖維面膜 有點不一樣 那 真的是奶油手欸 然後呢 其實就是 我是 剛好有朋友介紹我 所以 我從他那邊 拿了這個來 來敷 然後用用看 覺得不錯想推薦給大家 我拿的是有 總共有兩款 那 這個盒子是 美白的 美白的盒子 它總共有兩款 另外一個是保濕 呃 這個呢 白色製的就是美白 然後 藍色的是 寶石 這兩款還 蠻推薦的 那 接下來就讓我 示範給大家看 這款面膜 蘑菲 用 有 一 一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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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想要講一下我現在敷完那個 淨白竹炭纖維原膜的心得 現在是完全就是我還讓它那個精華液正在吸收 我拿下來感覺是真的是 它不但有美白就還有保濕也做得很好 它有那個就是沒有上妝 可是你就覺得膚色真的很淨透 我找不到形容詞但我自己很喜歡 可能要用一陣子 就你持續用比如說一個禮拜用兩次 然後用一段時間看看就是淡白的效果怎麼樣 因為我本身是有一些雀斑 我是天生有雀斑加上曬太陽 有一些黑色素沉澱 但我現在敷完感覺真的覺得很透 必須要讓你們在光源充足的那個 鏡頭下看一下我現在的那個膚色 真的很透亮耶 這樣看得清楚嗎 看這邊 就是因為我不太敢用美白的東西 比較少用 怕會過敏或是太刺激我的肌膚 但這個面膜是很舒服的 然後 立刻 立刻在訂購 整個要囤貨訂購個兩三合先拿來用 然後很喜歡它那個美白的感覺 就是膚色真的有淨白 好用喔 好的 那最後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呢 就是今天總共有介紹三款面膜 我剛剛那是第二個嘛 第三個就是我臉敷了過敏很嚴重的面膜 可是真的不是面膜的錯好嗎 我還是很想推薦給你們 因為我覺得它應該會是好用的 前幾天我在去城市買的 一樣是剛剛卸妝油的牌子的 Doctor Santin的保濕面膜跟 這個是緊緻 頂級魚子膠原面膜 這個呢我就還沒用 因為我用完保濕之後 我就過敏了 看一下照片 很嚴重 但我還是再三強調 是我個人的問題 不是面膜的問題 那 我可能就 請我男朋友示範 這個面膜的效果了 因為我怕我再敷上去 還是會過敏啦 那接下來請看我男朋友示範 保濕面膜 還有緊緻的面膜 實際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要來 就是直接示範 那個保濕面膜的效果 給大家看 現在請到我男朋友出場 他已經洗好臉了 好 你現在可以拆開了 好 它裡面長這樣 紙有點 就是你要這樣子 好好好 好從這邊撕下來 很像在殺人犯 然後 oh my god 我相信他多敷幾次之後 就會熟練了 然後你要再把它往上拉一點 因為這邊 有點太嚇 好 先生請你轉過來 好 來 那 我很想幫你 但是我現在要拿那個 相機 然後就是你要把這個 這邊按下去 其實他這個紙啊 就是他的 他的面膜只是 很薄的 也是很服貼的那種 但我就不曉得 為什麼我會過敏啦 跟我的 本身的膚況有關 好 好現在他服好了 我們要等大概15到20分鐘 再 再 拿掉 好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敷到15分鐘 然後可以 可以 拿下來了 好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保濕效果真的蠻好的 就 整個臉 膚色有 變透亮 然後 很保濕 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蹲蹲蹲的 這位先生感覺如何 哈利 哈利 有保濕嗎 哈利 如何 我不知道 什麼 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 嗯 我自己摸的感覺就是 非常保濕 也是跟我那天敷完的感覺一樣 然後 我會再告訴大家 就是他有沒有過敏 因為我是特殊狀況 一般來說是不會過敏的 好的 今天呢 就跟大家介紹了 十月份 最喜歡的 跟想推薦大家的 美妝包養品 那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莫妮卡的頻道 謝謝收看 掰掰